嗨 大家好 我是Ashle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年的MyProtein生日的時候 他們邀請了一共11位的亞洲大使 去參觀他們的英國總部 那所有的亞洲大使裡面只有我一個女生 去之前我超級的緊張 那到現場之後還是很緊張 而且我根本就是要搞死我自己的一個狀態 在我們去之前 其實英國方就有跟我們說 他們希望我們可以在這一次旅程的時候 拍一些影片做一些Vlog的分享 那我當時想到就說 不如我就來訪問他們好了 不過呢我真的是太小看訪問這個東西 或是我太高估我自己了 我發現訪問一個人不是那麼簡單 何況你要訪問10個不認識的人 而且裡面還有語言的障礙 總之呢我還是做了 就硬著頭皮給他做下去 See you 我們歡迎毛毛 再好好毛毛 PKD YES 頭蓋 歡迎 賤人蓋衣 好榮幸哦 上Ashley的頻道 還好啦 我比較榮幸 你坐在我旁邊 別這麼說別這麼說 你的女粉大概是我的十幾二十倍吧 喔真的嗎 我就是來趁你熱度 長一些女粉絲 嗯 好那你覺得你的頻道裡面有什麼會 引起我女粉的關注 呃 顏值的部分 就不考慮了 你為什麼要說 我也是阿什麽 阿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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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韓國語 阿什麽 我也好高興 阿什麽 耶 之前Foskin跟我合作過兩支影片 大家對他的反應非常的熱烈 所以今天好不容易抽出他的一點時間 我想要訪問他一些問題 我看你的頻道有很多跟不同領域的 不管是運動啊 還是其他方面的合作 那有沒有什麼東西是你想要嘗試 如果還沒有嘗試的影片主題 耶 其實FoskinTV 有很多不同領域的 是未來的 我會想嘗試一些新的 一些新的 車子 然後其實做音樂 你有沒有想要去哪邊拍攝影響 在其他國家 我絕對想要去阿Frica 所以我會把我的脂肪和粉絲 等等 然後我會介紹到阿Frica的人 然後我會跟他們一起拍攝影響 自然 我會像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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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像猩猩猩 我會像猩猩猩 就是FoskinStyle FoskinStyle Masso Watching的Tatsuya 我Tatsuya從Masso Watching的Tatsuya 我不會用到地方 所以它也不會使用 所以要做音樂 也不會使用 所以放在手動上 還有小時候 也會很喜歡 很棒啊 謝謝 我根本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safety 那第二个问题我是想问他 因为他自己是男生嘛 但他的观众、他的粉丝都是女生 那大家要怎么样看他的身材 然后觉得哇哇好想要变那样 所以就跟着他的频道一起做 非常有趣 一同一样的动作 不像一个人一人 不像一个人一样的动作 不像一个人一样的感觉 女人也会一同一样的动作 对啊 对 那你有出一本书是主打一分钟再加健身 那对于刚接触健身或是想要运动 完全没有技术完全没有概念的人 你会推荐他做什么办法 足迷的视频特别人气 运动不嫌疑的人也能寝室 也能不能泡泡也能不能泡 这种非常简单的训练 你现在可以帮我们的背景吗 那你帮我们的背景吗 对 那个多宽 我要张头开的 而且可以 哇哇这个花招 還蠻好玩的耶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拉到這個大腿那一側的筋 然後還有你的核心是需要處理的 所以對於完全沒有運動過的人 我相信絕對是有環遊感的 謝謝Tazuyasu 謝謝 謝謝 好現在請到了Kevin 哈囉 大家好 你最近好像想要回去念書 對 為什麼 其實不是最近吧 就是本身我現在是在休學 我大二的時候開始拍視頻 然後大三也在拍 拍完之後就覺得機會很好 然後也覺得不少人在關注我 然後就想說 ok這年就先不要上學 回國 然後我當時有一個partner是一個攝像師 就全職跟著我 然後我就會做一些系列啊 比如說育間職系列 一整個summer 然後當時跟我爸媽的約定就是一年 然後就要回去上學 然後我自己現在也挺想回去上學 因為我覺得就是對我來說它很有意思的一個項目嘛 但是就肯定還是學業該完成完成 那你對你自己未來的期望是 過去幾年像我生活裡就很多事情發生都很突然 像比如說拍視頻一開始就是想自己拍就玩一下 就突然有幸運這麼多人看我 ok那我就ok那花多點就做這個 那接下來說不定回學校又會發生什麼 但是發視頻還挺喜歡的 現實也很喜歡 所以之後說不定這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但也說不定可以做其他事情 學校我在上學有沒有 所以可能之後會做工作啊之類的 可能會找這塊相關 好那我們知道你平常生活非常的幫助 你是怎麼做時間管理 之前生活確實會挺忙的 現在呢就稍微好一點 那我就分享之前的 剛開始拍視頻的時候 包括我之前很長一段時間 時間是很亂的 就可能我在美國比如說第一年拍視頻 我可能每天凌晨是三四點鐘睡覺 然後第二天可能中午甚至下午一兩點起床 就很混亂 但之前我就發現如果繼續延續這種生物鐘的話 我就一天就做不了這件事情 因為起來別人可能都已經準備下班了 但我才起床 所以後來我就刻意就是逼自己 怎麼花大概一月的時間 就每天早起 像現在的話 基本上能夠延續六點六七點就起床 然後晚上就盡量早點睡覺 然後我覺得這個效率提升很多 所以其實我在我頻道也分享給我 關注我的朋友 就是很多人說時間不夠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最簡單入手的一點就是早起 所以對心態幫助我相信你應該也有 對吧 就是心態會很大變化 我現在要訪問的是 我看你以前的 content 你的Instagram以前是Fitness的 但是最近開始變成 Mokbang 那這之間有什麼轉變 我吃過的原因是 Mai protein Gren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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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過的東西 但是現在 賣掉了很多 所以我吃過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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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過的東西 所以我吃過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都很滿足 所以你這個吃過的身份 沒有Mai protein 一個健康的營養品嗎? 這個身份有衝突嗎? Mai protein Mai protein 我也是在吃健康的健康 我也是在吃健康 我也是在吃健康的健康 我也是在做健康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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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也是在做健康的健康 哇 所以他剛剛講說 mike protein的碳水阻斷器跟脂肪阻斷器是有用的 他吃這麼多 但是他靠這樣子的營養品去平衡 你吃這麼多 然後對你的健康有什麼影響嗎 可能沒問題 反正是在吃健康 在吃健康、拍攝和拍攝的時間 所以運動比較少 那是很難的 如果運動不做的話 那天就會有一點脂肪 就會增加了嗎 我覺得聽他這麼說 我應該要轉行做直播了好了 謝謝你 現在我要訪問的是一個 其實我不太知道應該怎麼描述他 因為他的身分太多了 沒啦 Dennis Yeah I used to be a dancer and then I started YouTube and then I became a TV host a radio announcer I act I do television commercial I own a gym and I own a restaurant so that's pretty much what I do in Malaysia 所以你是先做YouTube才做這些後面的東西嗎 對 YouTube became a very good platform for me to expose myself 因為在馬來西亞 這個臉是不是commercial face so after YouTube 人家就認識Dennis是誰 然後人家就直接來找我 Dennis真的非常幽默風趣好笑 這幾年快被他給笑死 他就是一個充滿著表演細胞的一個明星人 just a little bit 如果有機會來express myself in like YouTube videos or television commercial 我就會去let it out 好像我每天就這樣子給你們 你們好像很好笑是吧 so at that same time it's training for me to make people from Taiwan Hong Kong Japan Korea to laugh at my jokes 我就變成一個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的entertainer 那這麼多事情 你有沒有特別想要把你的精力放在哪一個部分發展 我不想make myself just in one direction so好像我 我是started out as a dancer 我就不要我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just be as a dancer so at the same time I find that I can dance and then I think I can act and I think I can talk a lot TV host Radio DJ as long as there's an opportunity I'll go 我什麼都可以做 唱歌 我不可以 很想聽你唱 不要 不要 For all the her fans who are watching right now and if you are inspired by her or you want to be a YouTuber or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on Instagram or any other platform I feel like using Instagram and all this social media platform is good but it should not be the first thing and the only thing you want to do it should be a platform to elevate you to go somewhere further like say for example if you're doing fitness YouTube maybe you could learn from her and maybe come up with a clothing lin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someone else keep learning keep exploring and keep doing something that's different and eventually you'll find your niche and what you're good at and stick to that because that is you and no one else is you other than you so be you do you and focus on that and eventually you'll have something to fall onto because YouTube won't be here forever there will be someone else coming up in the next five years in the next ten years and you can't expect that you're on top of the game every single day but how you sustain that is that you start with a platform and you just keep growing from every angle every direction just keep hustling just keep working really really hard and someday you will make it 學到了 謝謝Dennis的分享 謝謝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你看到現在還沒有轉台 如果你覺得這個訪問的影片還OK 有一點點值得看下去的地方 請給我一個讚 然後在下面留言給我一些鼓勵 其實我在做這個訪問影片的時候超級的辛苦 你們應該可以看得出來我很多段的狀態都基本上是已經完全走神了 然後妝都花了頭髮亂七八糟衣服亂穿這樣子 在這整個旅程中我有機會遇到這些不同各國大使 基本上都是在MyProtein安排的行程中遇到他們 所以我就抓緊那個行程中的小小休息空檔 去把他們門給拉過來然後問他們一堆問題 然後我也不知道說你要做一個有水準的訪問 不是我想像中的這麼容易 所以如果你還有看到現在的話我真的超級感謝你的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並沒有把每位大使的訪問內容都放進去 這個部分就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不過我會把他們所有人的頻道跟相關的社群連結都放在影片的下方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哪一個是你覺得想要更了解他的人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找到 那最後再次謝謝你看到現在 我們下次見 Peace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